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yce 歡迎回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一道聽起來很難 但實際上卻很簡單的麻婆豆腐 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所需要的食材 一盒豆腐 豆腐呢 我已經先用熱水汆燙過了 所以等下再炒的時候呢 它就比較不容易碎 然後 絞肉 絞肉的部分呢 我已經先用蒜頭 薑 然後還有一點醬油醃過 青蔥一根 蒜頭跟薑 醬油 豆瓣醬 花椒油 很多人在炒麻婆豆腐的時候 他們都喜歡用油來爆香花椒粒 再用那個油來炒豆腐 可是因為我本身比較懶 我很懶得把那些花椒粒挑出來 又怕沒有挑出來 那個口感會不好 所以我就直接用花椒油 紅豆腐 跟糖 現在先來切蔥花 然後把蒜頭跟薑切成末 我們先來處理蒜頭 薑切成末末 薑切成末末 首先我們先起個油鍋 油不用加太多 一點點就好 等油熱的差不多呢 我們就來爆香薑 炒醬油 炒蒜 在一樣炒出薑的味道跟蒜的香味之後呢 我們來下絞肉 可以加一點點的水 大家看絞肉已經差不多在變色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豆腐 豆腐 那一樣輕輕的攪拌 盡量用剝的 因為你不希望豆腐碎掉 然後開始加我們調味料 豆瓣醬 醬油 糖 還有葡萄 然後輕輕的攪拌它 再讓它燒一下 豆腐才會入味 大概燒個五分鐘 現在豆腐已經燒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蔥花撒上去 現在豆腐已經燒得差不多了 然後淋上花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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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炒一下 這樣就可以起鍋啦 這樣就可以起鍋啦 完成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